建安 21年冬 刚刚禁卫称王的曹操彻底腾出手来 准备给之前对他趁火打劫的孙权 一个深刻的教训 为了这次难争 曹操动员了赤壁之战后规模最为庞大的部队 号称部计40万 虽然这个数字应该不实 但估计20万上下还是有的 而孙权则以7万人迎战 由此拉开了第二次如虚之战的序幕 这次东吴在如虚屋的防御攻势已经彻底修筑完毕 此战中如虚屋将发挥重要作用 对这一情况曹操心里一清二楚 于是他并不打算去硬碰 而是精心布置了一个两路夹击的计划 一路为偏师 从合肥出发 经朝湖正面进攻东关下的如虚屋 另一路则是主攻部队 由曹操亲自率领 这路人马计划避开东吴重要防备的如虚屋 而是直取如虚口 最后顺如虚水逆流而上 最后两路夹击攻下如虚屋 建安22年正月曹军主力进至居朝 居朝是先前一个古国的名字 后为楚国所灭 成为无处两国争夺的地区 不过关于居朝的具体位置 历来却有颇多争议 江淮一带有多个疑似是居朝的地点 主要观点则有两种 一种认为居朝在今安徽省朝湖是一带 另一种则认为在今安徽省同城市以南 我认为若考证汉末时期 居朝的位置则主要应参考后汉书 据后看书记载 卢将军有个居朝侯国 如果居朝在朝湖是附近 那应该属于九将军而非卢将军 因此当时的居朝应该就在同城市以南 曹操将这里作为进军的前沿基地 还有另一层考虑 也就是在为今后淮南的房屋进行布局 他始终没有放弃经营卢将 但是之前 晚城屯田的计划又被吕蒙破坏 因此曹操决定改变部署 对于曹操来说 晚城的地理位置是不利的 因为孙权可以沿着碗水快速进兵 得手后立即撤退 想要援救根本来不及 根据江东军队作战依赖江河的特点 曹操选择了远离水稻的居朝 这样敌军就很难像之前一样实施突袭了 另一方面居朝还位于交通要道之上 无论从驾驶口还是无墙口南下 都要经过这里 在此地驻军不仅方便后方进行支援 而且如果孙权去进攻合肥 居朝守军还可以进行援救 可谓是一举两得 不过那是以后的事儿了 在这次战役中 居朝的价值就是作为进攻的跳板 2月份曹军主力继续东进 抵达居朝以东的好西 然而就在此时 曹操却收到了一个坏消息 为了抵御曹军的强大攻势 吕蒙做了充分的准备 他在如须屋设置了上万张 强攻硬弩严阵以待 不过此次曹军两面夹击的战术 却由不得他继续被动防守了 吕蒙不禁想起了九年前的赤笔之战 当时周瑜面对的也是类似的形式 但他没有以固定思维死守下口 而是通过主动出击 粉碎了曹操两路夹击的计划 于是吕蒙决定效仿自己的前辈 他趁曹军部署尚未完成 且北陆军立足未稳 发起了一次主动进攻 将这支部队的前部先锋击败 取得了一个开门红 曹操闻讯大怒继续敦促进兵 然而没过多久 他就将迎来第二次打击 当时曹军主力先锋已经禁至如须口 为了不让如须屋的吕蒙两面受敌 孙权派猛将甘宁率三千人为前部都 准备对曹军发起夜席 以延缓对方的行动 为了这次夜席 甘宁挑选了一百多名精锐 人数如此之少的原因 是为了不惊动对方 他们在喝下孙权刺的米酒后 便毅然决然地上路了 到了二更时分 甘宁等人贤眉急行 前置曹操大营 他们迅速破坏营门处的路角 冲入营中 这只精兵如虎入羊群一般大杀特杀 曹军猝不及防 很快就被斩杀几十人 见敌兵来袭 曹军这才慌了神 以为是东吴大举进攻 连忙起身备战 可甘宁见目的已然达到 于是也不恋战 直接撤退 随后就去向孙权复命了 此时曹军雷鼓不止 活把像满天繁星一般 将士们心中躁动不安 见此场景 孙权心中大怨 对甘宁说 这下得把曹操那老家伙吓一跳吧 我策划这次行动 只想试试你的胆子 这次出击意义重大 虽然斩获极为有限 但却震慑了曹军 也给本方争取了一定时间 陛下大功的甘宁 得到了增兵两千的重赏 不过曹军必然拥有三倍的兵力优势 在如虚口和他硬碰硬 并非明智之举 于是孙权主动放弃了这一地区 可是这样一来 吕蒙所部 就会陷入孤军奋战的境地 孙权就不怕曹操将其维艰嘛 这里甘宁突袭曹营的重大意义 就显现出来了 因为这给自己争取了一定的时间 曹操之所以选在冬季出兵 就是为了趁冬季水浅 最大程度削弱冬吾的水军优势 可随着晚春的到来 江河水位开始暴涨 曹操再次面临着春水方生 一速去的窘境 如虚物是一个水路两侵的要塞 强大的冬吾水师可以通过水上对其进行增援补给 即使曹军占据如虚口 但是在水军不足的情况下 也无法将其封锁 再加上如虚物当地多山 曹军虽重却很难展开 因此在不掌握制水权的情况下 很难攻陷这座要塞 这是孙权毫不担心吕蒙陷入重围的原因 不过曹操还想趁村长彻底到来之前的窗口期 再进行一次尝试 于是令张辽脏霸为先锋 发起进攻 然而天空不作美 行军途中暴雨连绵 耽搁了一定时间 等张辽索部抵达如虚物的时候 水已经彻底涨起来了 看着东吴的蒙冲巨剑在如虚水上往来穿梭 曹军将士心生恐惧战意消沉 张辽见此局面也开始打退堂鼓 想要撤退 但同行的脏霸却制止他说 魏王何等英明 他绝不会轻易放弃我们 果不其然 第二天撤退的命令就送到了 至此曹操这次声势浩大的进攻 可以说已经彻底失败 可他又不甘心这样轻易撤退 于是曹操又酝酿起了一个新的计划 他回想起当初征伐马超寒碎的渭南之战 当时他和西梁军在同关一带对峙 他命徐晃和朱灵从北线迂回 偷渡蒲板金 成功打开了局面 这次曹操想来个故技重施 虽然如虚口是长江上一个重要的地点 但这里却不是渡江南下最理想的位置 长江下游 渡江点的首选是牛主击 于是曹操暗中派兵进站立阳县 逢江浦 此地位于牛主击对岸 说能渡江成功 则可对孙权形成包抄 到时候形势或许会有逆转 然而这一手对于东吴来说是没有用的 巧知到当年孙权渡江消灭刘瑶 走的就是这条路线 有这样的历史 孙权怎么可能不加防备呢 果不其然 魏军刚刚抵达亨江浦 其动向就已被查知 东吴水军立刻前往祖基 按说掌握了治江泉的东吴 只要封锁住牛主击一带的长江水道 就可以达到战略目的 然而这次天时却站在了曹操这边 突如其来的大风竟然将东吴剑 吹到了长江北岸 恒江浦的曹军见状不明 所以没有轻举妄动 而更加恐惧的则是东吴这边 一旦曹军反应过来发起进攻 船只在大风中难以轻易使离岸边 便面临着全军覆没的危险 这支部队的主将是徐胜 之前合肥之战时 徐胜所部被张辽打得狼狈不堪 这次他势必要用一场胜利 洗刷曾经的耻辱 徐胜对目前的危局心知肚明 他决定主动进攻 为本方争取时间 于是率兵下船杀向曹军 曹军本就对东吴的部署不甚了解 以为对方是以主力大举来攻 很快陷入混乱 而徐胜 见已经达到目的 为了不暴露自己的底细 在取得少量斩获后 很快就撤退了 索性这时大风已经停歇 一场危机就此解除 这下曹操是彻底前驴祭穷了 他的所有作战计划都被一一破解 此次难争 注定又是无功而返 只不过刚刚成为魏王的曹操 却不愿轻易放弃 称王后的首战 岂能如此虎头蛇尾 因此战局就这么僵持下来 其实孙权何尝愿意再战 按他的计划 应该是通过武装刘备 让曹操对其产生警惕 从而成为曹操的首要打击目标 可如今自己却仍然承受着主要的压力 这样一来 借荆州岂不成了亏本生意 孙权是个务实不务虚的人 这一点是一个政治家的宝贵品质 既然双方都无意再战 此时他决定给曹操一个台阶 自己丢点面子不要紧 只要有实际的好处就可以了 于是在建安22年3月 孙权以亲信徐祥为使者 前往曹操处请降 曹操虽有罢兵之意 但好面子的他仍然给了徐祥一个下马威 于是说 我欲渡过横江浦许桃鲁将军 畅游孤苏 于常州临院行列 若能如此 我愿足矣 这常州在今天苏州是一带 位于太湖北岸 是当年吴王合卢的列场 曹操此语和赤壁之前 给孙权信中 所言之 会列于武 何为类似 流露出浓厚的威胁之意 徐祥一听 撤了 心想 你要是能渡江 早付诸行动了 何必在这里喋喋不休呢 于是回应道 大王若是如此行事 岂不是效仿 嬴政和夫差 恐怕不是吉兆吧 曹操文言大笑道 卒下这不是预设 我心怀狡诈吗 就这样 在一片和谐的气氛下 孙权正是和曹操 达成了请祥协议 并再次联姻 曹操也随即撤兵 是夏侯敦 曹仁 张辽等 留守居朝 双方开始的第三次蜜月期 其实曹操愿意接受孙权的请祥 除了他自负在东县 难有进展以外 应该也跟他预感到刘备 即将对汉中动手有关 因为之前张飞发动击败张和的荡渠之战 就是刘备大军进攻的前兆 在这样的背景下 他肯定不愿两线作战 而孙权则通过一次成功而灵活的外交 为自己创造了有力的局面 赢得了五年宝贵的发展期 当然 这是靠真刀真枪打出来的 不过这次孙曹两家化干戈为玉伯 从道义上来说孙权是理亏的 虽然孙刘联盟时不清楚是否有明确的协议 但是结盟双方不私自和敌人构合 应该是一种不成文的规定 这是对盟友的背叛 可话又说回来 孙权向曹操请祥并不是什么秘密 刘备不该一无所知 然而却没有对此予以足够的警惕 这应该算是他的一大失误 就在孙权和曹操停战的这一年 鲁肃去世了 这个维系着孙刘之间脆弱同盟的人 是双方能够压制矛盾的唯一纽带 他的去世 让江东内部疏流派彻底抬头 孙权也只能潜移默化地 为他们所影响 大势无法更改 至此孙刘联盟即将走向尽头 在荆州局势最终尘埃落定之前 双方再无和解的可能